大家好 非常歡迎來到今天的哲學星期五 哲學悲星期五 這個活動 當然今天我們是固定 每一季都會跟報導者有一些合作 關於他們做一些報導 然後在全台灣的 希望以後在國外也會有報導者的題目 我們可以一起合作 然後辦一些論壇 也讓他們跟讀者 然後一起可以變成一個很直接的接觸 然後可以跟我們討論一些 台灣還沒有需要被報導 不需要被理解的一些事情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熱烈掌聲 歡迎報導者總編輯何榮信先生 然後在他講之前 我們還是要謝謝常常可能會被告的 詹長全老師 願意出席 好 現在我們東西就交給你了 謝謝 先回答一下剛剛 有一些同學關心的問題 就我們是時候會被集 我們去年報導那個 雙面副昆期的專題的時候 已經被副昆期集過 所以現在如果其實在被集的話 也不會是報導者的第一次 已經跟那個副昆期已經 那時候有過交手的經驗 不過那時候 花蓮的檢察官還蠻明察覺 我們後來就是不起訴 主分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又是一個拖了好幾層題的 這個六星專題 到底是怎麼練成的 我們的報導裡面說 六星是怎麼練成的 但是我們自己呢 這個專題很難練 練得非常辛苦 然後就如同之前 有些同學剛剛有提過的 我們之前做過的 雪類漁場 還有廢墟少年 這樣的專題 一做下去就無法回頭 然後就深深的埋在裡面 做完了剖好幾層題 然後其實就充滿了疲憊 現在就是處於這樣的狀態 好 那就新這個專題 這個故事呢 要從兩年多前報導者上線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推出了一個 五星的專題 要從那個專題開始談起 那個時候是因為 高雄後進的五星廠 依照當年行政院長好伯春的承諾 他營運了多年之後 他要走入歷史 那報導者上線的時候 正好冒到這樣一個重要的環境事件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去做五星官場對於高雄的意義 那當時我們這個專題叫做 高雄不可承受之輕 在我們上線之前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我們這次有好幾個同事 就是一路從當初的五星 做到現在的六星 像今天也有到場的蔣怡婷 等一下要特別再跟大家介紹 我們都是一路這樣 從五星做到六星做過來的 當時這個專題呢 我們從幾個角度來看 五星這個在台灣營運多年的一個重大污染源 到底對於台灣社會有什麼意義 主要他在社會運動的意義是 高雄後進反五星 這件事情是台灣的環保運動 還有公民運動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那五星關場了之後 他留給高雄帶來的污染呢 中油估計你花超過一百億元 要這麼長的時間去整個做他的整個後續的土地的恢復 然後不管他未來是不是作為環境生態公園使用 還是要作為其他的各種使用 他帶來很大的產值 可是他造成的土地幾乎是無可回復的傷害 這幾乎是永久的 那在做五星這個專題的時候呢 我們當然就想到說 那比五星規模更大的六星呢 五星的污染都已經是這樣難以回復 那六星營運了這麼多年規模更大 然後他的空污這幾年受到大家更多的重視 報導者是不是應該要花更多的心力去做六星 那這個問題當然自問自答 問的結果是是跟要 那結果就是拖了很多層皮 過去半年來花了非常多時間在這個上面 然後我們深刻的發現 六星無所不在 我們那時候做完五星的專題 另外又去做高雄奇山被清倒廢無殺案 這個也是一個這幾年來很受到關切的環保案件 在做這個案件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六星也是到處亂到他的石灰 他的廢棄物 所以六星不只是空污啦 六星的污染以及對於漁業的損失 各方面方方面面是一直在影響這片土地 所以呢 從五星到六星 我們歷定主義要來做這個專題 要來說這個故事 但這個故事很難說 我這一陣子開始回憶 做完了專題 開始回憶我們這個專題怎麼練成的 去查去年的形式 後來發現 我們最初是在去年三月的時候 開始訪問長崎跟著杜文林老師 一起關心六星的科學治理問題的施嘉良 所以從那時候我們開始對六星問題做研究 等於已經是十個月前的事了 然後我們第一次訪問張亮全老師 在去年的七月到張老師的辦公室去跟他談 六星的問題應該要如何聚焦 如果從張老師的訪問開始來算 也已經過了整整半年過去了 所以報導者是一個滿辛苦的工作 因為報導者做的專題動不動就是以半年為單位 然後半年之後經過很多層折磨 才會變成大家現在看到的專題 那做著做著發現 今年正好是六星營運二十週年 然後六星每十年要做一支總體檢 所以今年公部門也即將要對六星做二十週年的總體檢 那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更好的 檢視六星污染的一個重要的時間點 那過去半年我們就是這張照片 可以解釋我們在過去半年裡面最常碰到的景象 就是在離六星很近的地方 從各個距離去觀看六星的不同角度 煙囪的冒煙的情況 我們大概可以很容易做那個360度環境 來看六星的污染的情況 那可以想見那個張老師長期關心的許錯國小 離六星只有幾百公尺的許錯國小分校的這個師生 每天是在就是這張照片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離他這樣幾百公尺這麼近 然後要去上課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景 用照片其實很容易比較容易進入這個立體的狀況 那經過半年之後 我們推出上個禮拜四 大家所看到的這個六星專題 我們把它定位叫做六星營運二十年 這是時間點 我們整個專題的定調叫做 科學戰爭下的環境難民 那找到這個定調非常不容易 因為整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雖然做了五篇報導 一篇回應一支動畫 一篇多媒體 一篇圖文故事 一個線索頁 看起來做這麼多 可是各位要相信我 我們所丟掉的東西比我們報導的東西還多很多 過去半年來我們所做的研究 下的功夫 所採訪的錄音整理 還有訪問過的人不計其數 到最後都還是必須要再聚焦 那如何把這個故事說得完整 說得清楚的情況之下做很多歌神 那我們歌神哪些東西呢 大家都很關心六星的環評 我們花了很多力氣去研究六星的環評 研究到後來都覺得我們也可以去參加環評會 真的是這樣的感覺 但到最後環評我們一個自動的優勤 因為覺得環評的東西越投入越專業 然後細節越多 然後有太多東西是一時半刻之間 哪以說明清楚 讀者也不容易進入了解 那我們在沒有把握說好這個故事 以及沒有把握跟之前的相關六星報導 做出區格的情況之下 就只好割捨 那環評只是我們割捨的一大塊 我們還割捨了無數塊的東西 所以剛剛有同學說 那個論文百分之九十被我們寫掉了 還有百分之十還沒寫 其實我們丟掉東西給你 你可以寫出另外百分之九十 你相信我 好 那最後我們怎麼聚焦呢 簡單說就是我們要回答 我們這些當了時間長短不同的 這些不同世代的記者 我們要回答我們自己在做六星這個汙染專題過程當中 我們自己都沒有辦法回答自己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心中最大的困惑到底是什麼 我們最後決定根據這幾個困惑 回過頭來去決定我們要說什麼樣的故事 第一個困惑也就是 六星的汙染到底為什麼測不到 這個當然等一下詹老師會有更完整 這些年來從流行病學的專業的分析 但對於記者來講 記者始終要回答的是這樣的問題 好像六星是一個惡魔黨 然後每個人都人約可殺之 可是人約可殺之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官方的數據顯示 六星的汙染就不嚴重 那這個問題我們要怎麼去了解它 回應它 那要回答這個問題呢 我們有幾個發現 這個字變比較小 不好意思 我盡量還是用口頭來補充說明 我們發現所有要機查六星的第一線的公部門的政府的官員 從雲林縣環保局到環保署中區機查大隊 乃至於其他任何想要去機查六星的公部門的人員 他遭受到的巨大壓力是我們外界任何人都哪裡去想像的 他們進到六星的廠區 他們自己被六星幾十個人包圍 然後拍照錄影去等於反收證 你是要去收證人家有沒有污染 結果你進去廠區之後 你感受到的是被反收證的那個壓力 其實任何人就不會好受 更何況六星幾乎每一件訴訟 他都政府的財閥他都提出訴願 最低的金額是六千塊錢 六星怎麼會差這個錢呢 不可能差這個錢啊 但是六星為了他要維護他的環保形象 以及據我們了解六星的企業文化 其實內部也會有連做的處分 他如果被政府財閥了 那這個事情六星內部相關的主管也會造出到處分 所以呢六星真的是非常在意 他被裁罰的所有案件 只要有裁罰 就我們訪問到的稽查官員都說 六星一定提出訴願 那很多稽查人員身上 背了好多件這個訴願的官司 那他時間都花在跑法院 跑行政法院 然後行政法院跑完了要跑高等行政法院 如果你是第一線的稽查人員 設身處地想一想 這樣的一個這麼龐大的巨獸 你進去被他反收證 你任何對他的處罰他都反過來告你 那個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我們發現的第二個部分呢是 從地方到中央的人力跟配置 根本無力去監管六星 我們剛才我們同事們製作的這個三分鐘 漫畫短片已經顯示 稽查六星的人力少得可憐 雲林縣環保局 整個環保局的人數都比台北市一個 環保局下面的稽查大隊人數少 不要說是專門負責的六星 他們只有七個人 那加上六星 只要是你稽查他的從工程顧問公司到政府單位的人 六星覺得你很厲害 那我就高興幫你挖腳 你很厲害你就變成到我這邊了 那這個在過去這些年來不斷的上演 那你有很好的設備監測我沒關係 我就花更好的設備 你有三台我買三十台 那這樣的軍備競賽也不斷在上演 那接著我們又碰到另外一塊鐵板 就是所有要去監測六星的從學界到地方環保局 不管他們做了多少努力 近年來很容易碰到一個叫做國家標準方法 就把你打槍打回去 因為你只要不符合國家標準方法 你的檢測出來的結果 國家就不承認 可是標準方法固然重要 可是就美國其他先進國家的經驗 有很多更與時俱進的參考方法 也應該被採納 但這個部分到目前為止我們是鐵板一塊 所以層層分析下來 我們回答我們自己心中的疑惑 就是喔原來這樣子六星的汙染不但測不到 測到了也幾乎不算數 我們是透過回答自己的問題去抽絲剝繭 一層一層把這些故事說出來 一層一層把這些稽查人員 他在現場面臨的壓力的立體場景去把它還原 好 那連我們在彰化大神香台西村的堤防上面 看到的環保署自己所設的監測車 監測的結果環保署自己都不承認 都打向說這個也不符合標準方法 這個是多麼整個過程裡面發現的突兀跟荒謬的現象 那我們問我們自己的第二個問題是 為什麼這些人來我們看到的跟六星相關的研究呢 總是A學者說他汙染很嚴重 B學者說他沒什麼汙染 那最後的結果因為汙染沒有定論 所以呢許錯國小的師生就 乖乖的回到原本的分校去上課了 為什麼不同的科學家的研究 總是被放在同一個標準上面 然後互相抵消 A做了研究 那一定就有B做了研究出來 然後就沒有輸贏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請問汙染這件事情怎麼被認定呢 他就永遠無解啊 我們因此 尋現從各種公開資訊 還有可以去查核的資料去比對 這些年來有哪些學者 接受了六星的委託去進行研究 那並不是說接受六星的研究就是罪惡 並不是 而是你接受六星的研究這個關係有沒有被揭露 那學者本身有沒有拒泥 還是他永遠只是匿名 躲在這些研究報告後面 當成一個引誤者 那我們從各種公開的資訊 包括台塑集團 他們自己的網站樣基金會 去查出各種這種委託研究案 還有學者跟台塑集團的關係 希望讓社會各界接受公平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希望把不同的研究 讓讀者來觀察說 過去我們覺得這些好像是 放在同一個天秤上面 比較的研究 他們真的應該各打五十大板嗎 如果有些研究比較嚴謹 有些研究比較衝觸 那難道這些事情都應該 就是平衡報導 各打五十大板 那最後說啊 污染反正沒有結論 那一切就遭就 我們的公共政策 空污議題應該是這樣進行嗎 我們當然不認為是這樣 所以希望揭露這個過程 說出這個台塑跟學界關係的故事 那這就是我們根據的各種公開資訊 所有的資料皆有所本 都可以去查說 這些學者跟台塑之間接受的委託案 以及他們進行的公開演習 那我們問的第三個問題 前兩個問題是想要回答 科學戰爭的疑問 第三個問題開始是 我們想要了解 那在地居民在想什麼 所以我們問我們的第三個問題 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疑問 為什麼麥療人最近 這幾年都不反抗 早期他們都要去圍場抗爭 那都會去 要六七要改善公安 這幾年都沒有聽到 那當然在座也有麥療人 麥療人可以來多訴說自己的心情 那我們花了這些時間 我們做麥療片的同事 今天也有在場 林宇佑 宇佑在哪邊 宇佑在這邊 宇佑花了非常多時間 騎著他這個摩托車 Bravo車不能上告訴我 對不起 在神道上面奔跑 然後花了很多時間 去跟賣療居民 去了解 各個層面他們想的東西 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發現的是 台塑在2010年六星大火前後的態度幾乎是360度轉變 在六星大火之前台塑的態度非常高 非常傲慢 在六星大火之後台塑光是回饋金 我們俗稱的回饋金也就是敦欽慕林的經費 他就在六星大火發生之前 他是給賣了人本來是每人每個月 每戶每個月293元的電錶補助費 六星大火之後把每戶改成每人 而且加碼到600元 所以賣療人一年12個月下來 每人可以領到7200元 那賣療這幾年就人口增加很多 因為很多人就把戶口簽過去 為了希望領到這7200元的補助費 那台塑的態度非常明顯 當然我們這次也有完整呈現台塑的說法 他們認為他們跟在地人要共存共榮 更重要的不是要只是提供這些經費 更重要的是建立信任關係 那這個我們這次也都有完整的呈現 那在這個信任關係上面 台塑所做的就是提供非常多的 硬體建設的補助經費 光是賣療鄉長過去一年多 又爭取了台塑13億元的各種經費的補助 然後賣療的先議員 可以大量的介紹工作機會 進六期 這些都是我們看到的這些 昔日抗爭者到現在態度的轉變 那許錯國小的家長跟師生的心情 又是怎麼樣呢 前一陣子爆發許錯國小風波的時候 的確很多人會責怪許錯國小的家長或師生說 好像是不是不顧小孩子的安全 可是你如果深入訪談 你可以了解賣療人不願意被污名化這件事情貼標籤 然後污名化如果一旦確定了固定了之後 以後他跟他的後代都要變成承受這個污染之地 生長的人所各種原罪 那這其實是外界難以想像 也是我們看到賣療人心情轉變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那台塑贊助無所不包 除了各種各式各樣的硬體建設什麼 連這張照片我們去年中秋晚會 就看那個拱飯宮的停車場三立的這個超級夜總會 蹦恰恰許孝順主持的這個節目 一場三百萬元也是台塑買單 台塑這幾年對地方各式各樣的參與無所不在 好那這是許副國小的照片非常新鳴 他們回去上課的照片 好那環境難民這一個層次 我們問自己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現在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的這個雲林台西鄉的 向您控告台塑的官司到底告的告不您 樂不樂觀 那這一篇我們負責的記者 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的是 今天也有在場在後面的蔣怡婷 來蔣怡婷跟大家打個招呼 怡婷也是跟我一路從五親做到六親的同事 好那這個問題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的發現是 除了他的官司的精度非常緩慢 到了現在開了14次庭 還沒有進入到重點之外 要認定因果關係實在太困難了 台塑的律師在法庭上面要求證明的是 他要求這些居民要能夠提出 是台塑六親的哪一根煙囪 在哪一天的幾天幾分污染了你這個居民 讓你這個居民才會致癌 才會嚴重影響你的健康 因果關係在科學上面是非常非常難以認定 那國外有一些進步的公害的官司 他已經採取比較寬鬆的 他用高度的關聯 而不是直接用因果關係 來證明公害官司的成立 那台灣有沒有辦法像RCA案 或者像其他國外的官司這樣做 這當然我們還有待觀察 另外一個關鍵就是 舉證責任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反轉 法律上面常常有一個觀念 就是舉證之所在就是敗訴之所在 舉證之困難 那公害官司往往對於被害的居民 要他們舉證是最困難的 所以現在環保署打算要修法 我會很建議關心這個議題 這個官司的朋友們 多關心這個舉證責任能不能反轉的未來的進展 如果現在環保署推動的修法能夠成功 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 以後舉證責任的反轉 就是污染者本身要先證明 你自己可以污染別人 那這樣的話 在官司的進行顯然方向就又不一樣 那我們在這個問題 我們的關係的了解是這樣 好 那環境難民我們問自己的最後一個問題呢 是 彰化大城鄉台西村 這個已經出過南風攝影期 剛才也有很多朋友說受到南風的影響 這麼一個受到台塑六星長期的污染 然後被稱為癌症村的村莊 它現在怎麼了 那我們把它稱之為後南風時代的容顏 那這一篇是比較動人的人的故事 那朋友們看這一篇會比較看到的是說 它 彰化大城台西村跟六星只隔著左水溪 只有一水之隔 非常近 可是過去二十年來 它跟麥寮鄉的發展是天壤之別 那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些可能的 微弱的一些火苗正在出現 我們看到寫南風這本書的許正堂 他們開始努力想要發展公民科學 用公民科學的方式來推動新一波的公民運動 來進行對六星的社會的參與跟監測 這個部分有沒有機會變成一個 比較全國廣泛性的 剛剛也有很多人講說高雄空母其實更嚴重 我們有沒有機會變成一個更廣泛的公民行動 藉由公民科學 不管是空氣盒子還是社區參與監督 一起來看這種重大的固定污染源的污染的監測 這是我們看到的期望 總之最後這些防衛完之後最難的是 那台塑呢 台塑怎麼看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台塑的說法 那我們回答我們心中的疑問 會有很嚴重的偏差 那這一點坦白說要非常感謝台塑 我這次很坦然的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是直接到敦化北路的台塑總部 然後直接跟台塑的安慰環中心的副總經理 一訪問就訪問了整整三個半小時 從下午三點訪問到晚上的六點半 然後一方面提出我們的各項問題 二來也讓台塑有完整去說明它的規劃 它防治空母母力的機會 那這是這個專題整個製作的過程 那我們非常多同事投入了這整個專題 希望讓故事說得更生動 更好看的各種規劃 包括一開始大家看到這個三分鐘的動畫 包括我也很建議大家有空可以看看 我們用衛星圖來看台塑歷年來 它場區的變化 台塑我們進不去啦 但沒有關係進不去我們就從衛星圖來看 它到底是怎麼長成這樣煉成這樣 然後最後要跟大家說明的是 大家看到的這麼龐大的專題 其實只是我們的第一階段報導 我們這次還設計了這樣一個線索頁 希望所有關心台塑空母議題 關心台塑是不是存在各種系統性 結構性問題的讀者 能夠提供各種線索給我們 據此去追蹤下去 我們一定會進行跟這個議題相關的第二階段報導 事實上我們在過去六個月已經做了不少 跟第二階段未來會推出的報導相關的內容 只是現在先放著 我們希望有更充足的準備 以及是不是能夠擁有更多的線索 尋線追蹤去把這第二階段報導做出來 那這個專題上禮拜刊登 我們授權Yahoo奇摩同步刊登 所以這是Yahoo同時刊登的情況 希望有更大的議題的擴散力 那這是Yahoo製作的內容 那刊登之後 其他主流媒體也有在關心 像蘋果日報的社論 特別寫快解救環境難民 然後政大的杜倫林老師 這幾天也發表了幾篇評論 持續在談這個六親的治理的問題 那整個第一階段結束我們的幾點感想 第一個是六親已經大到完全無法有效管理 所以六親營運20年 我們需要回答這麼多問題的一個總結的答案之一 就是我們應該成立一個國家級的災害防治中心 或者是國家級的專責機構 專門來監禮六親這樣的一個龐然居物 第二個呢 是中南部的環境難民處境都相同 在中火六親 比如說高雄的像 新達電廠中鋼 這些重大的固定污染源周遭的居民 你其實等於在這片土地上面流浪 你這些空污再嚴重 但他們就是走不掉 他們也不可能欠整個搬家欠村很難 那他們還需要跟這些重大污染源構存 所以這是我們這片土地上面 未來五年十年一二十年都跑不掉的重要的公共議題 然後北部的民眾應該要投入更多的關心 不能夠置身事外 那第三個我們的感觸是剛剛有提到的 整個社會的行動面 這幾年隨著環保意識的提升 大家重視空污議題 我們不管是在空氣盒子的運用 或者是社區參與監禮跟去集體監測六星這樣的重大污染源 有沒有可能從社區到整個在地的區域機制 去發揮更大的一個監督的力量 這個是社會各界 我們建議在這個專題出來之後 大家共同來好好想想的問題 希望能夠這個專題我們產製推出之後 能夠激起大家持續思考這樣子的面向 然後一起來為台灣的空污議題 還有這些重大的固定污染源的改善 一起做出努力 我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這個 詹老師現在上課是不太用PowerPoint 所以這個主持人一直講說昨天要來示範一下 當然PowerPoint也非常多 所以我還是想說我到底今天要跟大家談談什麼 那我記得十多年十年前開始做六星的時候 馬上有結果 馬上造成很大的衝擊的時候 很多人邀請我演講我就是用這個提名 林林六星跟金門的癌症 真相跟真相的背後 那這個真相的背後 報導者這一次告訴你們很多背後的故事 那很多人要問科學 那從公共衛生的科學這是蠻簡單的事情 我常常跟人家講 六星危害人民這個研究沒什麼創新 很容易做 沒有什麼奇特的 那會不容易出來有很多的故事 這樣我能夠堅持到今天這樣做 也是另外一種奇蹟 大家一定覺得這個 那所以我想今天大家有意思來談一下這個 真相跟真相的背後 那個是哪一個 這一個好像 好 那做環境的一定要看地 那個地方還有他的人 所以這個是 你看這個就知道 GIS還不是很很流行的時候 我的研究報告用這種 你就可以想像那個時候是很粗的 那個時候呢 這個蘇智芬縣長呢 就說他要做六星的研究 那我那時候是台灣最早做PM2點 我非常忙碌的做PM2點 他們好幾個局長 他們決定做這個以後 然後就來跟我討論 說他們希望有人能做這個 為什麼是我你知道嗎 我的第一個研究 我的第一個研究就是六星新建前的 空氣品質的調查 新建前 大城鄉 麥寮鄉 台西鄉 那時候沒高鐵 但老師從美國剛回來 沒有停 然後我就寫了三年計畫 因為我做空氣污染 在美國哈佛大學 最有名的就是六個城市的研究 所以那時候我在台灣也寫六個城市的研究 我要來看台灣比較髒的比較乾淨 那六星新建地就是比較乾淨 我的對照去 我去做了 三年計畫做到第二年的時候 接到我們國家 給我計畫的單位說 詹老師你可不可以換名字 不要用六星 你能想像嗎 那已經是解言了 你的研究題目人家告訴你 你可以繼續做 但是不要用六星兩個字 那怎麼可能呢 人要誠實 我的題目就要做這個 你說不能這樣做我就不做了 所以做了兩年就 就沒有再做下去 可是那個地方 第一筆的資料 就是我那個 後來就沒有做了 因嚴忌諱他們要我做的時候 我說 我那個時候只能用四級資料 也就是國家有的死亡檔的資料 癌症的資料 跟那時候健保的資料 然後我就去 然後我就選了說 有比較高的鋪路跟比較低的鋪路 所以我做了空間上面的平行對照 也就是說比較近的影響比較大 比較遠的影響比較嚴重 大概是這樣子 那個時候 那用很多的政府的統計資料 發生率死亡率還有空間的這個監測 那我用六星開始營運 我大概常常都是1999年開始吃了 來當成營運的第一期 所以1999年之前 雲林線賣療症是沒有六星這個東西 所以他的健康狀態是這樣 有了他了以後 我那時候開始做 那能夠拿到死亡的資料大概大概2050年左右 所以我就把它分三起 然後就做出了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發表了之後 自由時報把它拿去一張頭條 然後就變成國內很重要 很重視這個事情 所以我的研究十幾年前變成很大的報導 十幾年後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報導 這個報導有一個故事 那時候我就說我看到的六星附近 在六星營運之後的癌症顯著增加 那個記者報完之後回到他們的總編說 要下標題叫做六星殺死多少人 我說我沒有這樣講 那個記者非常小心他說他 詹老師這個我都還找到另外一個合作者 把他check每一個數字 我這個人做事就是這樣 後來呢 我說如果你沒有那個下標題 你不能報導我 這樣拔河了 差不多一天之後 他說我們的總編集就 投降的時候就照詹老師 我說我只有統計檢註相關 後來一路他們得獎 得獎的第一個的理由 新聞獎都說不公正客觀 如果他又殺死多少人 他就不公正客觀 所以他們很高興 後來買那個小cake來謝謝我說 李詹老師不但讓他們報導 還堅持 到處你到像香港那個新聞獎 他就說不公正客觀 如果他說殺死多少人 就不公正客觀 起碼他如果這樣寫 我一定第一個出來 我沒有這樣講 這次級資料只能這樣子解釋 那次級資料出來之後 社會有很多的反應 那那個反應跟過去十年來 只要我有什麼研究 就自然有一套講法 這個講法就來混淆你 來創造不確定性 來講說所有這些人的病 都跟六七沒關係 都是這些人開割啦 基因不好啦 生活習慣不好 都講這些東西 然後我已經跟他講了 我很忙 我雖然對那個地方很了解 大家都還不知道六七的時候 我已經這樣 一趟下去 那時候一趟下去 七個小時才可以到那個地方 跑跑跑到半夜才回來 那我說我只能用次級資料 所以我當然不知道這些人身上 有沒有V型肝源 C型肝源 當然也不知道這些人有沒有抽菸喝酒 因為國家就沒有登記這個啊 國家沒有的 資料裡面沒有這些 我的統計裡面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去控制這些 我用一些方法去控制 然後說這樣就不能這樣做 這樣對嗎 這是受害者 或是環境浪米的責任 沒辦法說出 他們覺得被污染所造成的疾病 還是國家的私能說 你怎麼沒有把它收集好 我們的社會怎麼是這樣 然後沒關係 那我們就來做我們公共衛生 另外一個方法叫做 我到一個社區去導到一群人 那一群人相對還比較健康的 我在那邊做了二十九場 十個鄉鎮 去把差不多四千個人找出來 他可以早上走路 走到我們決定的廟頭衛生所 來讓我們抽血 理解做了很多的東西 跟我做了無數個助理 有那個助理呢 坐到半夜 我們還送到我們雲林分院去分血 然後坐 開車子開到那個東西向上 女生喔 兩個女生嘛 快十一點了 開著車子 在那個路上有沒有 有沒有 怎麼辦 車子沒有了然後 要解決所有這些 我要告訴你們 等一下你看到每個數字都是非常辛苦的 那這麼多的人 公園院 雲林分院 這個台大的團隊 有醫生有什麼 這是很大的團隊在做 這個就叫科學過程 那去看到報導者講的 某某人做的 那個是科學過程 你只要知道那個process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呢 當初不是說癌症增加了嗎 他們說 我那個不叫英國關係 那我做了這個研究 就是最近發表 就這麼多人 發表在這個雜誌上 好 當你有發表的時候 台灣學界 有沒有被收買的學界都一樣 常常講一句 你最好要發表叫國際期間 也就是用英文寫的才算 用中文寫的不算 就英文寫就是這樣這樣啊 看到這個叫科學 大家看中文字就不太有科學 中文字就是這一本啊 101年 每一個結果 我都要在已經知道的1000天之後 變成這樣 有意義嗎 這個東西是多少人跟我審查 我每次回答都要5月到6月以上 這不叫做同才審查嗎 那這樣的東西他就講了 你看你要發表在國際期間 這個當然是滿好的國際期間啊 我說科學是什麼科學知識是什麼 在什麼叫科學戰爭 所以我唯一對這個報導不太滿意 沒有所謂戰爭嗎 還沒有戰爭嗎 這個都可以是戰爭嗎 那沒有對手啊 怎麼戰爭呢 你知道嗎 他就請問 如果說不是的有沒有 這樣說不是 你也找不到一天嗎 你也找不到一個報告都沒有 都嘴巴講 什麼樣的人在講 六親管理處的誰 六親的總經理 奇怪了 我們這邊不是有醫生嗎 這個健康的事情是一個總經理講的 跟台大的一個參作者 這是對話嗎 對不對 澳門國家可以允許 你的報導可以允許這種事情 變成戰爭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世界 不可能 在美國的報導不可能這樣啊 紐一時報一寫就是說 這個他們decry interview 然後怎麼樣 他們就是沒有人講啊 你怎麼會去call的一個manager 說曾老師做的不是正確 他的話就是nonsense嘛 咖略是對 是不是應該這樣 這個在journalist 今天很多人講 你看這個事情就是讓我很難過 那還好有報導者這樣做 好 實話常說 一堆的 我上面寫的都全世界上百篇的paper 都做過了 我說沒有什麼心啊 那這個要怎麼去否認嗎 那否認我就否認其他學者做的啊 可是台灣就是沒有什麼國際觀 我這樣圈起來隨便講都是對的 六清就是像這樣 剛剛大家講了 我最近要給你看這個 1990年沒有六清黃色框起來 賣了的佐水溪南岸的這個 是像這樣嘛 你看那個時候沒有很好的 很好的這個GIS 1993年啊 六清從北部開始幹嘛 然後蓋到南部 那一個最奇特的 一個最奇特的事情 六清是賣了六清 中華民國建了這麼多的工業區 只有這個工業區沒有設空氣品質檢測在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你們高雄的人都在講對不對 高雄所有工業區都設 那只有大領土沒有設 都一樣的故事 很奇特 所以那時候他只設在台西岸 你看這個怎麼做的呢 用空氣的濃度 空氣飄來的風向跟風速 做出一個叫污染玫瑰口 所以沒有六清的時候 台西離他差不多8到10公里 看你從哪裏上 這個六清就是種油 拿過來煉成汽油 又煉成石化 所以最重要的污染的指標 就是二氧化硫 就是硫化屋 這邊剛好有測 沒有六清最高的濃度是從東北方 跟六清有沒有關係 沒有 那也沒有六清嘛 這樣設置證據 證據說六清沒有影響他 在1995到1999 沒有他之前 那邊即使有一點污染也不是他的 2001年北邊已經有了差不多二三十個工廠了嘛 對不對 你們回去check你們那個年代 你們看到什麼 這個污染玫瑰有沒有變大 方向怎麼樣 正北最高的濃度從正北準不準 好準喔 所以這邊的人每天吸的空氣裡面 跟之前沒有六清的時候很大的變化就在這裡 我記得去一開始做的時候 我來正然後很多報紙去報導 電視也去報導 然後林靜蘭先生就在那邊算 說他那一條街200公尺死了多少人是來正 這就是公民科學 我做了半天十幾年也是正名跟他講學 可是他不科學我就比較科學 可是對某些人我的也不科學 對不對他們就這樣講 這個就是一個論述 好2005兩邊都蓋好了 當然只有北邊了喔 污染更嚴重了 這個面積越大就是污染越嚴重 剛剛不是正北嗎 現在有沒有偏一點 因為南方也有啦 這邊有練油場 這邊有練油場 就是這樣 居民感受到的 我們這個地方就變了 就是在這裡 好 所以我們2009年到2012年 我說我去跑的那個地方 收集了4000多人 上面點的都是這些人 我等一下要講的所有的結果 就是這樣 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 他住在這裡 我把他分高暴露跟低暴露 對雲林來講 沒有所謂沒有暴露 所以只有高低暴露 所以六七的危害 如果我用完全沒有暴露的來對照 那個是更顯露的 現在只是高對低來比較 所以點上去都是每一個人 有的聚集比較多 住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村座 村莊 這是公共衛生的科學 要走到社區 一個一個去算 每一個人 給我們抽血 拿了他的尿 做了很詳細的問卷 他的所有的劍道法 可以給我們 出來 怎麼做 六七香 營運對不對 我去收個案是這個時候 所以呢 我就可以回去看他 在六七來了之後癌症發生的情形 那癌症呢 各種癌症不一樣 那平均來講 我們就用一個安全的時間 就是十年後的癌症就算你的 可以嗎 我不要說你六七來隔天的癌症就算你六七的 這樣一定不公平嘛對不對 我說十年後的癌症 所以我這個叫誘導型 然後叫發病型 也就是說六七來的第十到第十二年 我在這兩個鄉看到的癌症 得到了結果 你看 所以呢 你看這個情形 二氧化療我剛剛講過了 世界衛生組織的規範 二十四小時一天 不可以超過二十mg 六七來了之後 有沒有 在我們的高坡路期 有三百三十天都超過世界衛生組織 然後呢 在對照區只有四十九天 這個是用台西側站 如果當初有賣掉 它更不一樣 然後這個是用 二氧化療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差別 我們國家齁 沒有訂這個 我們國家把這個訂得很高 所以它就是合法 有很多居民問我 合法不代表沒害啊 那如果合法又有害 那政府就訂了一個 讓廠商可以合法殺人的標準 這樣聽得懂 不要廠商講說 就合法啊 所以我就不用法 他不會去訂這個 我已經跟他講要訂 到現在還不訂 訂了我們怎麼處理六七 大家就知道 好 附近居民 你來看看 我必須要這樣做啦 我今天跟你們用這個華語 我如果去到當地 我通常用台語解釋我的結果 也是這麼多人 你要怎麼呈現 這個就是大眾版的 居住五年以上的人 我們有782個在高步路 低步路166 他們平均住距離是9.4公里 遠的21.5公里 有沒有六七工作的經驗 近的人13%有 遠的4.3% 這是我那時候做 難怪你現在的資料越來越高嘛 這個真的很清楚 有沒有吸肝尿中 跟六七有關的污染率 都測得出來 都顯著怎麼樣 比較高啦 高很多啦 所以癌症呢 在誘導期呢 你看 有沒有差別 1.53 1.45 沒什麼差別 在發生期呢 就差很多啦 所以我們就用統計 知道說風險至少是1.3倍 全部的居民 我們到社區去 常常要看看 老人是比較危險的 所以我們就看著老人在 誘導期 誒 對照期反而比較高的呢 可是之後呢 你看有沒有差別的大 15點多 所以就差不多有1.52倍 就是我那個很複雜的 就是一千多天前已經知道的 寫成英文的 那我把它弄這樣給你看 那那個就是當地人的感受 如果是女性呢 不分年齡層呢 更高 就1.54幾倍 所以我們就是用很科學的方式 要來產生一個很冰冰的數字 可是跟當地的居民的感受一樣啊 我的親戚就是那個癌症 我的鄰居就是這樣啊 到底是他比較厲害 居民比較厲害 還是我比較厲害 可是我們面對 同樣的污染的場上 我們都不厲害 反正你這個都不算 誒 誘青的研究 我是做到淫泥縣支柱 所以 明明空氣飄到 大城鄉我不可以去做 直到我有經費 一點點經費說我可以去做彰化 我才能跨過去啊 否則 我也沒辦法去做啊 同樣的方式 那彰化我就追蹤到比較後面 你知道嗎 同樣的架構 那我都追了兩年或三年 這個一樣 這些居民 這是台西村 大城鄉其他的 今天來了一個竹塘鄉 我就用這個東西去對照 用同樣的概念把它對照出來 得到同樣的結果啦 1.0 1.7 對不對 1.19 就是誘導期喔 8.44 這樣有多嗎 這難怪台西村的人說他是癌症中 同他的角度 從1變8 我當然要調整很多所謂科學的 應該要調整的 就差不多2點多 所以彰化縣大城鄉台西村 受六親影響的癌症呢 是比雲林縣那兩個鄉還更重 比如我們 所以這個 這個南崩所描述的 我科學 間接的證實那是真的 那應該是真的 那個現象是那人哪裡忍受的 要看地圖 常常講說 佐水西北岸的台西村 錯了 台西村這一塊也是耶 所以那個地方的河流是不斷在改變 所以大城鄉台西村 在過了17號的這個 這邊也是啊 因為我在幫他們要弄這個綠能村啊 我才想說 所以如果回饋給麥寮 為什麼不回饋給台西村 他也要在南岸啊 那果然這講一講就有效了 所以聽說最近就開始要回饋了 看地圖很重要 去到那個地方一定要看地圖 你想像的一個村都比你想像的複雜 所以六親影響周邊親們 常常感到說是哀傷的 痛病痛 瀰漫的癌症味還有恐怖的死亡 這個是我做了這麼久 我跟他們接觸的 就是恐懼 那這個恐懼呢 還在蔓延當中 因為政府可能都是不斷 所以呢我們回顧一下 1995年 趙陸施工機器開始去 然後呢 2000年2008 前面營業污染扣增 2009到2015呢 污染持續扣增 你們看到這顏色叫什麼 藍綠都有 你知道嗎 這是藍綠工業喔 那你就看這個歷史上的變化 所以這兩大長把一個地方 台灣島上最artificially的改變的地景 就在這裡啊 一個沒有人的島這樣 然後放了 不是做了島去種樹 是種了島去種煙蟲 然後就有很多很多的路 政府該做什麼 如果你知道這些之後 政府該做什麼 在講政府該做什麼時候 剛剛榮幸提到的很多東西 其實都有很多的故事 當我在做的 我做的過程裡面就是 面臨它最多的火災爆炸的時候 我剛去那邊做完研究 車子往回開的時候 接到縣長的電話書憲 說火災爆炸了 不採一樣 中華民國第一次火災爆炸 被人家採到有 極毒性的汙染物被 就是被我採到啦 那個就是VCM 那就是後來的 這個 許受分校的汙染物 一直到它下風的十幾公里的 這個村莊裡面 晚上十一點多 那個那一次火災以後 泄露的東西 在人你睡覺的時候 洗進去啊 一幾次來物啊 有沒有監測 如果沒有我監測 就沒有人知道 所以永遠火災爆炸都說沒事 因為沒有去測啊 沒有測對的東西啊 所以昨天的爆炸 又是同樣的 每次環保鼠去就只做一件事情 沒有毒 他一定說 桃園內有長一照又沒有毒啊 他就不會測 他不曉得找哪個地方測 也不用對的東西去測 那人民的健康就這樣被犧牲了 所以那一個東西未來一定很重要 結果後來他們只去告他環境的毀害造成生產 而不是告他們健康 所以我被他們當成專家說 我說我沒有做農作物 我也沒有做疑貝類 但是我做了很多人體的 我想相信人這樣 其他的生物也會 但是我沒有證據 結果法官也不采信 所以他們那個火災之後的 容損也沒有裏 可以這樣嗎 我不曉得是怎麼思考這個 我們一般人會這樣想嘛 不是嗎 你養個狗狗不能吃的你也不能吃嘛對不對 你不能吃的他也不能吃 因為你想你吃的人會有病 他也會有病啊 怎麼會 我們國家是這樣啊 就是沒有人做 很遺憾那個地方 除了我這十幾年來這樣做 沒有人對其他的影響 系統性的作用 所以沒有data就沒有真相 啊誰讓你沒有data 該做的人沒錯 政府應該做啊 從來就不會政府主動要去做 所以呢 未來這四年應該做什麼 我當初是 要停止擴廠 要公害貼廠 要強化管理 要擴大調查 跟這個報導者的想的方向 看似一樣不一樣 所以其實報導者所建議的很軟性 要用公民科學你到底要做什麼 我是不知道 抱歉我真的是跟副總統報告 他在大城鄉台西村 我就說政府在那就職前 我說你應該做這些事啊 不是嗎 結果沒有啦 不然 所以我那時候就講說 不是關閉六七的利息場 就是關閉洗頭跟校 就只有這種選擇啊 這就是科學告訴你只能這樣選擇 也就是說六七裡面最堵的這個東西 你就不要做就好了 不然你就不要那個學校啊 兩個都要有 就限所有人與福利 這是我們的困境 那這個困境是不應該存在的 那只有這個學校嗎 我當然知道那些家長啊 今天如果許錯文教不向後轉 這個村會還行嗎 所以他現在不轉了 就說別人在污民化 哪有是這樣 但是污染事實是存在的 你不去改你就要想到這個事情 大家都不願意面對這殘土的真相 真相就是所污染在啊 我們要怎麼解決呢 不是污染改就是人要走啊 所以那邊好多居民跟我這樣講 我從來也都這樣 我自己要不要繼續做 居民要不要繼續住下去 live or stay 走還是待 誰走誰待 你想想看那是很痛苦的抉擇 一個政府怎麼這麼殘忍 讓人民要做這樣的抉擇 讓學者也要做這樣的抉擇 反正你沒有反看的時候 我叫你呆就呆 給你錢你呆 不給你錢你就不要來做啊 所以詹老師計畫就可以停了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這是非常粗魯的 非常粗魯的 這是我不可思議的事情嘛 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至少有十一篇不止了 現在十三四篇叫做科學證據 下一個追蹤就告訴他們 要拿出十一篇這樣說 沒有害的證據 這才是科學戰爭啊 現在是11比0嘛 這怎麼是戰爭啊 不是嗎 很遺憾喔 在去年年底在民進黨前面執政之下 六七研究完全終止 沒有啦 沒有六七研究 No data 沒有數據 就沒有真相 沒有真相 就沒有問題 這是我們民進黨政府要做的事嗎 我從去年的六月開始呼籲 沒有人要離我了 沒有一個政府回來的時候 那詹老師說我們怎麼辦 所以他已經隱瞞的時候 他就不做了 這個不做從中央政府到縣政府到地方 是不是已經談好了 我不知道 你去報導的時候有沒有發現一下 這 我很好奇你的報導從沒有去問到這個時候 不做是什麼問題就只有一個 證據確鑿我要來改善 他也沒有要改善啊 不是嗎 好一個就是說不要再繼續做了 再繼續做下去東西會越來越多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科學 做科學家在做處理這個事情是蠻 有時候是有一些蠻難過的 有時候我們的社會怎麼解嚴後 是這麼 這麼非理性啦 就是不是一個理性的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一開始我就很欣賞這個 這句話 這一次在美國有好多的做我們公共衛生跟工業污染的人 然後就 就我用的這個抬頭真相跟真相的背後就是 我幫一本書寫的那個序裡面 我就這樣寫 那裡面就破的大意識堂 說不是 所有可以算的都是重要的 不是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可以算的 大家想想看 我一開始做我就知道啊 十年這樣走下來 我常常講說我在那天看到你們報道 我在臉書上就是講啊 要不是我的實驗室的學生跟我的同僚 我來之前還在改power point 我要不要什麼東西給大家看 然後 報道者裡面提到的一群所謂的專者 拿的很優厚的什麼東西 那什麼也不用做 就出一張酒 然後我講什麼他就說這個什麼 然後每個記者就來問我說 詹老師可是台塑怎麼說 我說台塑誰啊 台塑不是一個人啊 你都說詹老師你怎麼講 他說 我說這樣對我不公平 我後來都拒絕訪問 我說怎麼可以 台塑是誰啊 我說台塑的某某 我說那個人 台塑股票高低你也去問他 六千偉害你也問他你怎麼不是 要問到他的專家來講說他認為是什麼 沒有一個人敢出來對不對 所以 但是要記住 真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我不一定都能算 去到這幾個鄉鎮這樣跑過 這個故事裡透露給他 科學 我們說所有科學都是可測量的 那可測量的就數據啊 那還有東西很難測的 我剛剛講 十年後我看到那些人的變化 我都知道 那個東西你能對環境浪漫 講什麼話嗎 你要想想看 很困難 那基本是一個正常十年可測 所有的回饋金是真的回饋金 還是對實歪的補貼嗎 還是應該課得不染的這個房子會太低嗎 所以 但是連deliver Wallfare的能力都沒有做 都要靠現在什麼文化社會各種功能 你看到的時候我絕對 我對報導的人接受 有沒有去看到說 這個是政府嗎 這是我們要形成的政府嗎 交稅當國民以後都沒什麼功能 什麼都要 這是很令人理解 讓你理解的 它就會讓你讀到說 很多描述第三世界的很多的現象 竟然在我們號稱 已經跨入境部的 某些角落裡面在發生 這個是 當然還有很多故事 我們科學只是一部分 那希望這樣 我今天稍微這樣講大家可以知道 要回去看前面那個 從一大本書說這個也不叫 要做成那大本書 我已經告訴你前面有多少A本 然後做成這樣 然後再一千天 你知道我每一天論文發表的第一件事情是做什麼事嗎 換成中文 因為台灣不看啊 所以如果有記者要 我就說 你看我一千天前知道的結果寫成這樣 我還翻成中文說 你們要不要看 寄給每一次都寄給記者 寄給政府 政府也不看 都決策者 這是我們台灣非常悲哀的 一個現象 反正都被停了 其實也不用再做了 還真的還要再做下去嗎 應該去解決比較重要 解決以後我再去做說 解決以後 健康變好像多好 繼續做都不改善說 健康一定變壞 我這已經沒有什麼 好繼續做 對我來講是這樣 所以今天這個科學 我們還有一點小計畫還繼續再說 所以癌症 然後腎臟病 醫療的都做出來 頒臟的疾病 以後你們還是會聽到這個 可是現在都很 還想說還要繼續講這個 還需要這樣講嗎 還要講多少次 有權有勢的人才會聽 對不對 不是不知道 好吧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再次謝謝張老師的努力 好不好 再次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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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師 第一階段的報道 好像覺得比較溫和 那在大家提問之前 我回應一下 當然是會有進報的東西留下來 才會叫做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很明顯是針對政府的監禮 那政府的監禮失靈 這件事情 我們先就這件事情 提出政府的監禮失靈了之後 可以做一些什麼 那政府監禮失靈 民間的角色需要被凸顯 這個是第一階段 我們希望先把這個面向講清楚 那當然大家聽完詹教授的分享 會更敬佩詹教授這幾年來 這些年來長期投入的心力 還有那種心情的那種無奈 更能夠體會 但報導者作為媒體 大概就是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第一階段針對政府角色的失靈 先做的是這個問題 不過即使這樣子好像已經 有蠻多同學已經擔心我們被急了 那更不用講第二階段 那只能說請大家期待第二階段 除了警報的內容之外 政府的角色之外 還有哪些社會的機制 乃至於胎術本身 要必須要更直接面對問題 這大概就是報導者 第二階段要去處理的重點 第二階段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先有一個問題 這問題蠻有趣的 這個紙條是誰 寫這張紙條 LINE上面的 有沒有名字 許雲飛 是在現場 那位 他講到說台灣環境的調查 都有企業出資 環境調查 是否有球員兼裁判的嫌疑 那個孟山都也是這樣玩 如果知道的話 但是環境調查的實驗是 多不可能全由政府出錢 那怎麼樣去解決學術研究中立的問題 要嘛就是政府出錢 要嘛就是企業出錢 那有沒有什麼叫中立的單位 那有沒有什麼叫中立的單位 就是錢誰出的 他就可能會偏向誰 還是說政府他一定會是中立 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應該可以這樣分 這樣到底 那還有一個是當然還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你報導者要做這個報導是透過群眾募資 那我們也問詹老師他要不要群眾募資 這樣比較快 可能幾千萬就來了 然後就開始就可以做了 他就可以獨立運作了 這個也是可以一個方式嘛 就是說 因為重點是那個錢 誰出的 那你要利益迴避的問題 那這個我們先請詹老師來回答 在台灣就是體制上是說 環境影響評估之後 要做環境調查 從環境影響評估到環境影響評估 通過新建廠以後的調查都是廠商出資的 所以剛剛那個問題可以說是這樣的意思 那問題是 台灣的廠商比起國外的廠商 在他們那個地方 真正去做環境調查的實在很少 即使是他出資 他都沒有什麼在做 所以這個是台灣的悲哀 如果他做了很多你還好 他其實做的非常少 所以剛剛榮幸已經提到一些說 他要買幾套幾套 我不知道 我是開始做了兩三年以後 我是去學術研討會 學術研討會 台灣那個都有很多 檢驗的器材的公司 會去sponsor一些研討會 然後就慢慢擺攤子 那我有幾個以前我沒買過他儀器 所以很久都沒有聯絡 碰到我就很熱心了 詹老師謝謝你 你只要在六親說你用什麼儀器 他看到你用那個儀器他就買十套 你放在哪裡他旁邊就放一個 好那個數據就可以拿出來一起用 所以台灣這個是蠻可惜的 科學就是看證據 有幾分證據就說幾分話 然後走到哪裡算哪裡這樣 可是我們不是 所以這個是這樣 那政府當然就是公正的 我的東西都是政府委託的 我們都是公立大學就是跟他 申請計畫 然後他要我們做 所以雲里縣就是一年一年一年 到最後一年也沒有什麼理由 就不跟你講 然後就沒有了 彰化縣就是兩年 第三年也不講了 就沒有了 中央政府本來是這個 就是許說分校的時候 或者國會院 他做了三年 然後也不講 就沒有了 沒有就沒有了 所以讓你覺得說 本來我認為政府應該是公正的 對 那現在 所以我跟這個問題不太一樣 你好像說 欸政府會偏什麼 那廠商會偏什麼 那會不會是兩輩都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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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補充一下 之前那個 台南有一個 湧陽垃圾廠的開發案 如果有關心那個 湧陽案的 應該會 的朋友應該會發現 那個案子裡面就是很明顯的 企業開發的事業體 他本身委託工程顧問公司 做環境影響評估 那這個剛剛張老師已經講了 這在台灣的環評界是常態 可是湧陽案就曝露出來 工程顧問公司本身不但缺乏專業 而且就是那幾家做來做去 而且在湧陽垃圾產案裡面 還發現工程顧問公司 竟然配合事業主去作假 那個案子後來是因為環評委員 陳焦華去踢爆說 環評書本身居然都可以作假 所以因此最後擋下那個開發案 有一個環境記者 朱淑娟 後來還把這整個過程寫成一本書 那湧陽開發案算是比較成功 因為揭發了開發的企業 跟剛才這個提問的本身這個主體 開發企業委託工程顧問公司 然後本身居然形成一個作假的體系 然後被認真的環評委員揭發了之後 擋下這個開發案 那回到現狀 現階段在整個政府體系資源分配裡面 開發的企業體本身去委託 顧問公司做環境影響評估 這個事情在現階段 大概這件事情是改變不了 所以如果回到剛剛張老師講的 政府本身它具有中立的仲裁的機制 的運作下面其實環評委員就要扮演更認真更監督的角色 可是很遺憾的是我們看到非常多的環評案 其實很多環評委員本身是去背書的 有些環評委員像美利萬案你還注意到 其實台東縣政府甚至於自己還沒有兼顧到利益迴避原則 縣政府自己有些官員還擔任環評委員 最後這也是美利萬案在那個行政訴訟裡面落敗的原因 因為連基本的利益迴避原則都沒有 所以政府的角色是中立的這件事情要被如何彰顯 它從最起碼的利益迴避 它從環評委員要不要散盡責任 這些環節其實現階段都沒有做好 所以我們要回歸到如何讓政府的中立角色 發揮強而有力的監督功能 其實它必須要落實在每個細節 環評書有沒有造假 環評委員夠不夠認真 環評委員的組成是不是具有公信力 每一個環節都要去檢視 所以環境一直是非常漫長像唐吉賀德的戰爭 每個細節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每個細節都需要去監督它做好 那這個是我們在看待環境問題的時候 需要去 我覺得在我看來 需要全面去灌照的每一個角度 提供大家參考 好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提問 三個問題 一 然後三個問題 二 然後還有三 這三個問題 大家麻煩在每個人口裡一分鐘 你可以發問 你可以做command 然後再請台上的人來一起來回答 好 來 謝謝詹老師跟大哥的分享 那 我好奇的是 因為詹老師剛剛有提到很多 就是環評局的證據 那只是覺得是說 行政部門在這個地方 卻沒有什麼作為 所以我們看到在報道者 就是用第四學的角度 去揭發這個事情 我好奇的是 跟行政權制衡的立法權 在這個方面 他的角色跟立場是什麼 難道他當地的名義代表 或者是立法委員 在這個方面 他們的立場是怎麼樣 他們有沒有做什麼樣子的努力 你是在質問那個 舒志芬嗎 反正之前呢 然後後來有點立文 但是還有現任的縣長是 李靖勇 那當然也是都要問一下 剛剛也是從 你剛剛已經問了嘛 議員是誰啦 民意代表誰啦 現在是政府的執政官員是誰啦 這個其實都可以把它做一個全面性的揭露 光是那一個 就不是很好的一個報道的過程 為什麼沒有的 但是這個也有可能說你 他不給你錢 你就變得好像 你就開始覺得說 但是他們至少要提出 有何必要性不做 或者說已經危害已經沒有了 這個事情 當然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 我覺得可能在這個 剛剛榮欣講政府治理的每一個環節 其實都還是可以處理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 來 這邊 那個 麥克 這邊 有嗎 對 就是 因為我之前也有聽過 比如說像RCA案 然後或是一些杜邦 就是以前的杜邦廠的案件 然後還有前陣子上下游做一個彰化電鍍廠的專題 然後就想問一下說就是 就是這些工廠他們可能排放的東西 就是可能都會產生一些外部成本 然後甚至像有一些工廠他們可能會有一些所謂的廢爐渣 但是這些外部成本其實政府都沒有去做很好的把它 比如說像外部成本內部化的這件事情 就變成是外部成本其實是 全部生活在周遭 然後的居民或是民眾在承擔 但是這個東西是沒有被另外課稅 或是另外需要繳交歸費的 然後 所以才會有 六清可能就會有非常大筆的錢 可以拿來做所謂的地方回歸金 那 其實這個東西應該 理論上應該是政府要去跟他們收錢 然後政府再拿這個錢去給地方 對然後 想請問一下就是報導者在 如果有採訪政府單位的話 就是 其實他們其實想知道說台灣在這個部分 到底進度怎麼樣 因為其實很多先進國家 其實都有漸漸在做所謂的外部成本內部化的這件事情 對 好 謝謝 來 那我 對我的心 想要請問一下就是說 今年已經到了2018年的時候 那想要請教 尤其是對於教授就是說 針對於十年的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 上市六清的話 我覺得這種例子可能 政府接不接受 它有這種因果關係 還很難就是說去說服他們 可是針對於十年晚的話 那我們知道說它其實存在於幾乎很多的違建 或是說甚至於是我們的那種隔熱的器材 還是說煞車零件之中 但是到今年的話理論上應該已經要停止使用 可是據我了解的話 這可能會跟當初就是說 我們要全面的改變牽管的使用 一樣 就是 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說 比起六清的話 更 在台灣的社會中 是可能是更嚴重的問題 因為它其實充實在很多的政府機關 或是說甚至於學校的 包括台大在內的建築物都還仍然使用十年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教授 就是您對這個東西的看法 以及您的專業的評論 謝謝 這個就差出去了 當然我們有時候 對於那個危害的比較 好像也沒有辦法這樣 好像它就是十年東西 比六七來的嚴重 或者是 普遍使用 所以這個是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就是說 像這個是要怎麼處理 來 我先回答前兩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剛剛是在講 廢爐渣 還有那個外部的環境成本 內部化這個問題 廢爐渣跟空污不一樣 廢爐渣是失業的廢棄物 所以廢爐渣的問題 這些年來 像我剛剛提到的 報導者在報導那個七三案 就是在報導 高雄七三地區 被違法清到廢爐渣 土地都壞死了 那高雄市政府 應該要 出來面對這樣的問題 那廢渣 廢爐渣 凸顯的是政府的角色 矛盾跟錯亂的問題 之所以高雄 其三案會有這樣子 這麼大的爭議 是因為經濟部在近年 居然為了要 改變 去改善台灣的事業廢棄物 無處可去的問題 所以經濟部開始把事業廢棄物 可以認定為產品 這應該蠻多同學了解 經濟部視為產品 因為他覺得有些廢爐渣可以用在做馬路 其他的那些公共工程可以用 可是以七三案來講 是廢爐渣被倒在優良的農田裡面 請問廢爐渣被倒在優良的農田裡面 從哪一個角度來看它可以被視為產品 有哪一種產品是可以倒在農田裡面的 它倒在農田裡面它可以產出什麼東西 但是就因為經濟部把它認定為產品了 所以呢今天其他人不會 沒有辦法 因為被認定為產品的東西 它可以依照事業廢棄物處理法 去進行它的處置 才會發生這麼大的環境成本 因此而付出代價 那所以剛才這位同學這個問題 還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空污法本身的污染 現階段其實是有專款專用 政府對於這些違法的污染大戶 他們超標所徵收追繳的所有的空污費 確實都有用在各個地方政府 從中央到地方 要求專款專用去改善它的污染 那事業廢棄物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它是剛講的 經濟部居然跳出來把它認定為它是產品 可是這個產品沒有用在產品該用的地方 它在全台的優良農地到處去流竄 這個是事業廢棄物處理的問題 那只要釐清了之後 空污的問題歸空污的問題去解決 事業廢棄物的問題歸事業廢棄物的問題去釐清 那這個是台灣當前我們需要去面對的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是 立法權對於六青的污染到底做了什麼 其實立法權嘴巴上都說空污很重要 空污很嚴重 那高雄又幾天超標了 可是我們的立法院臨時會就是沒有處理空污法 修正案 嘴巴上說重要 你永遠要從行動上去看說 到底它有沒有真的要覺得重要 立法權你永遠要檢驗它的就是 它列為優先法案的是什麼東西 當今天嘴巴上說重要 可是立法院臨時會通過的是其他一例一修的修法 是通過其他的法案的時候 那請問你什麼時候才要通過空污法的修正案 你什麼時候通過空污法的修正案之後 你才能夠開始根據新的修正案去進行高雄空污的總量管制 去進行包括六星在內的這些重大固定污染源 它的所有的煙囪到期時候的你的合可證 申請證的合可 你怎麼去加嚴管理 你法律沒有過就是沒有辦法啊 所以呢全民去真的你嘴巴上如果重視空污大家也是一樣 去監督立法委員你有沒有真的去推動立法 沒有的話作為你投票時候的重要的依據 這樣才能真正產生壓力 所以這是回答剛剛第一題立法權的問題 致癌的東西在我們的社會 我們要怎麼面對它 大概只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全面禁用 一個是安全的使用 那實面不是台灣生產的 那實面所有的使用都有替代的 所以當然是全面禁用的 所以你這個政府是如何逃避要去做這個事情的 不過就反映到從六星這個 六星裡面有好多很清楚的治療物 那很多東西就是全面禁用 因為它所要的效用都有替代的 那要生產也不用在台灣生產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政府是有很多環境治理的方式去做 可是前提是它要面對 我覺得政府現在是在逃避這個事情 那反正每個人都四年啊 好像逃過了就好 可是永續的事情 那個印第安人講永續的事情 是想七代以後的事情 那七代一個generation是三十年就兩百一十年 這溫室效應就是這樣 兩百多年前東黑革命給我們 開始用的是鞋化石燃料 地球發燒 整個生態浩劫要來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就是七代以後的事情 那我們的生日人物 會讓他們想說 不要想四年 至少想七年 那希望他們想到七代 那這樣所有的立法就會不一樣 那這個希望大家是變成一個 不要educate the citizen 對不對 那個有知識的公民 才能讓我們選出有知識的立法 那在他們沒有很多知識的時候 就要去游睡吧 盡可能吧 我想是不是是這樣 這個所以就是 就是整理房子 大家都有方法 那舊房子怎麼拆 怎麼再拆的過程 不會把失免出來 這個都有方法 都有代價 都有成本 那這個成本去處理 都是比後代很多人得還症 還吃的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choice of values 是一個價值的選擇 那我們就是選擇一個混淆的環境 還是選擇一個髒的禁忌 這個是要帶大家自己要去想清楚 我們應該 本來我們是9點要結束 但是呢 我們就讓大家質問 剛剛問到差不多9點20左右 因為我們大概10點一定 今天是飛車路 所以不是禮拜了 所以沒有鑰匙可以留到 凌晨2點 所以我們大概10點要離開這裡 所以大家再把握 再三個問題 好 1 2 3 好 來 麻煩一分鐘 蔡老師你好 我是讀台灣公務的學生 然後很接著當年 因為我們是去六七年的時候 簽訪 然後他們跟我們請客 然後跟我們說六七 在台灣創造了百分之十 多少的GDP 確實的輸出我不知道 然後現在 六七肌肉他們在國外很多地方有發展 那想我請問說 他的經濟貢獻跟台灣的關係 你對怎麼看待 那如果說他要取代一些不同的產品的話 他只能 逐漸縮減它的規模 或者是 我們配備其實10年後或16年後 要怎麼處理 或是50年後 200年後要怎麼處理 六七或其他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是 關於六七生產的產品 對我們 消費者 或者是 國外的期待保護者 能做更多的相關問題 就是 他跟我們生活的關係 他的產品跟我們的 消費屬於的 就是什麼樣的關係 謝謝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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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師 然後張老師 兩位好 我是弱勢的 不太 我想說 套一句 很留情的話 很靜難一下 沒有人是舉完 今天 在座有一位 新任的監察委員 王委員 王委員 在監察 其實才是 在臺灣 包括領口 還有中央 昨天的報答案 他 我最本身的一段 領口的公告 我沒有去做過 修造社會 可是我每次經過 那個領口 長根鋪進 的那個 公約去的時候 有時候 我已經結合不到 他們的財收那邊的 不然 可是 剛剛何老師所指導的 客戶費 都很相有 可是我 我有時候很歡迎 財收那麼大 一個區域 企業 得說難道有 為什麼 當今天六星發生很大的問題的時候 他其他的區域 包括彩化 包括彰化 包括彰化 還有那個 北臺灣的 那個領口 領口的彰化 他們也能夠再注重 所謂的那個 相關的 口腦體 需要回去 然後 大家的目標 把那個 目標 追蹤幹誘金 可是 才是本身的 那個 相關企業 採訪的那個 污染你 有沒有 可以怎麼聽到 我覺得 這 應該 監察委員 也要去 糾正 或是 檢查 相關的 那個 地方政府的 那個 作為 張發生降普 雖然說有 在處罰 張發的那個 那樣的彩化 可是我沒有看到 新北市政府 去 處罰 營口的彩化 還有包括 任何 潮流 南亞的 任何的場地 都沒有 這是我 所 懷疑的 然後 許老師 沒有 終於主席 好不好意思 謝謝 老師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剛剛看老師 報告一下 就是 西肝的比喻在 高噴的那個 主群好像比較高一點 然後我想要問老師 就是 在同學上是 有做過校正之後的結果 然後 或者說老師 怎麼去 解釋說 西肝的 就在西肝的這個 噴之下 謝謝 我的部分比較單純 就剛剛第二個問題 那個 好 我們這次訪問那個 成功 那個 台南成功大學的 吳一林老師 吳老師 長期也擔任 六親體檢的 柴魚的委員 在監督 那他同時觀察 世界各國的 其他國家的石化廠 他發現有一個重要的現象 當然也可以提供 建察委員參考 那個 其他國家重大的石化廠 他們在改善自己 又在改善自己 本身污染的經費的比例 遠高於台所 我們剛才回到 那個政府 雖然對於 這些重大污染 所徵收的空污費 是專款專用 但這些錢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台塑的確 他的產值 佔到台灣GDP的 百分之十 那台塑的 六親 光是六 六親 佔百分之十的GDP 那六親的產值 已經到達 破兆元 六親 每年用在自己的 改善 污染的那個經費 少得可憐 那個比例其實 吳依林老師都有算過 跟其他各大國家的石化廠比較起來 我們的比例明顯的偏低 那這個部分最應該監督跟督導的是誰 其實不是環保署 是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 才是六親真正的 落地事業主管機關 是最應該要善盡 監督六親責任的政府部門 可是我們長期 我們大家都把責任 放在環保署上面 環保署當然該做 我還在保署蠻無辜的 被訂得滿頭包 可是經濟部就常常被輕輕放過 監察院的確應該要好好去調查 作為一個GDP 佔產值這麼高的企業體 他帶這麼多污染 可是他用於自我改善的設備的比例 經費比例如此偏低 那作為他的督導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他的明顯帶落跟失職 然後六親本身應該要在這樣子的工部門的壓力之下 去逐年提高他的改善污染的經費 達到世界各國各大石化城的水準 在我看來這是回答剛剛這個問題 我們現階段該做的事 謝謝 我就是有點故意要放這樣 每次我就說如果有這個 我的研究結果說 六親誤染造成這樣的癌症這樣的健康 那他部分要發炎的人 六親誤發炎的人根本都沒有看過我的套牌 那也都已經寫好就是要這樣講 那個不是啦 那個就是 那個B型肝炎造成的腳冰狼醜醜 如果台大公衛學院的院長 連這個都不知道 可以當院長 你這樣想就好了 不要想說 可是平衡報導說他這樣講 報導完這樣講說 講這樣的話人也沒有知識 因為你去看裡面就所謂 我們對這個事情就是說 我做了一千個人 一千個人裡面呢 有三百個人有抽菸的 然後這三百個人有抽菸的呢 在我們的高鋪路低鋪路 他各分布在多少人 那我的事後矯正就是 我把他考量以後 還看到六親的影響 簡單講是這樣 這是一種 第二種就是排除管 你去看我的paper 那這些人都不算好不好 就這樣剩下七百個人再來看 得到同樣解決 所以我不斷要去溝通的就是說 這個都考量 這個都排除了還是 可是媒體你去看每次都這樣報 所以我就懷疑說 新聞系是怎麼在教的 這不叫平衡報導 這叫穩聊視聽嘛 對不對 明明就這樣 你要問追問那個講話的人 你沒有看人家 人家已經這樣了 你怎麼會一直在 像鸚鵡一樣 從第一年到第十年都一定這樣講 今天如果有報導出去 明天你去看 他還是這樣講 所以我告訴你們這個都有意義的 那一本他沒有好好看 一篇他也沒有好好看 英文的時候可以看不懂 完整中文的他也不看 我們台灣社會是很弱智耶 就是說怎麼會是這樣 所以這當然都是可以矯正過 那我都是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要講的 最主要是回答你這個問題 那我們知道我們到2030年之前 我今天才到這個也是監察院的父親看會 那個審計部 審計部已經聯繫兩年 前我去演講說 聯合國在2015年 決定全世界有17個有性發展的指標 2016年1月1號開始執行 這裡面講了很多 講了說要怎麼改變我們這個地球 變成它是有性 其中有一個指標 他現在已經有232個指標 來check全世界的國家 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這個國家用了多少的財政去補貼這樣的能力 就是石油根本 所以剛剛講的 一個企業對經濟有什麼貢獻 是在一個市場架構下 那個市場的價格 如果無感沒有被他放下去 你就覺得他好像很賺錢 如果那個賺錢的過程是很多很貼的 剛剛很多人提到 所以那也是假信的賺錢 所以這些事情 都是國家要開始思考 什麼叫做是有真正價值的經濟成長 什麼是公平的經濟成長 而不是犧牲了一些人的健康 然後賺錢的人住在台北 或是怎麼樣 這些可能我們社會都要去問他 問這個問題 然後你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我的研究只是會出來告訴大家 有蠻大的環境的不爭議成長 有蠻大的地益的差距成長 賺錢的人跟殺個的人 是很不一樣的一群人 所以那7200是非常非常少的錢 如果從健康代價 所以這個是回答這個同學說 經濟成長的環境保護 從來就不是對抗的 從來就不會衝贏的 只是在台灣都會被炒作說 不要做太多辦法 因為會怎麼樣 是會影響經濟 是會影響 影響第二體不可能 也是影響經濟 大家要記得 還是這樣 再一輪 好不好 再一輪 一 來 二 兩位 還沒有 三 好 來 最後可以開始 老師好 我是台大指揮所學生 然後想要問 關於許說分校的事情 就是後來 環保署去檢測 然後結果是未檢出 還有就是簽校後 回本來的學校之後 那個TTGM 我們都反而增加 這兩件事 我想要聽老師的表現 你知道有沒有因果關係嗎 就是問為什麼 為什麼 好 來 再來 想請問一下教授 請問您 就是說 從你的講述裡面 感覺到 這個政府好像是 不可信 在這樣子的 我的感受底下 想請問您 以你看 在未來的五年 這一個所謂的 難民的 因為 你認為的 會自癌而死的 這樣子的 死的人數 你預估會是多少人 那這幾個人 值得我們去 真的要去 真的要去 care他嗎 好 我們在這裡 慢慢傳一下 謝謝 兩位老師好 那我現在其實有兩個問題 可能第一個問題是 稍微專門問一可從經濟的部分 就是 我想說可以 想請您簡單的 comment一下 就從前全責 這三個部分 稍微comment一下 現在的問題 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說是之後 你關於六親的問題 我覺得不管是六親 或是 以後環境議題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能 讓我們可以更清楚 知道說 到底敵人在哪裡 我覺得這樣 我們 能夠 比較能夠幫助 那想對 想要問家老師 有問題就是說 身為一個科學家 那你覺得 科學家應該在這種事情上面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因為 像我們這種 有時候會覺得說 像我們也是做 我們搭機器也是做 反應科學 我們常常知道的事情是 跟民眾 是有一點很明確的落差 可是我們其實有時候會覺得說 那我剛才說 為什麼要跟他們共通 乾脆就自己 活在我自己的SDI裡面 我就一直發配 發配的 我也不需要 跟民眾的事情關係 那到底 身為一個科學家 你覺得 應該 就你的經驗 或是你未來 對於我們這些年輕人的科學家 你覺得我們應該做這種事情 謝謝 好 那我們就先開始 好 我的問題是那個 前選者這個問題 不只六輕 我們近年來 重大環境事件裡面 每一個事件彰顯的 大概都是同樣的 重大污染土地的這個企業 因為他所賺的錢 遠大於多過於他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那這個部分大概不止六輕 各個 包括剛剛講的RCA 包括所有的 乃至我們看到的地方的小型污染 以及之前大家在看高雄的日月光事件 大概都有同樣的觀察跟結論 這部分還滿明確的 所以剛才也特別提到說 就因為這部分是明顯的失衡 尤其是他們賺的錢那麼多 所以呢更應該要求他們把賺的錢裡面 在承擔社會責任這部分 要花更多錢在提升他的 改善污染的設備 還有做更多 不是那個敦青木林 以敦青木林為名 想要打發地方 籠絡地方投人的這種回饋金 應該把錢用在改善污染的地方 那這個是錢的部分 錢的部分 在台灣的確近年來影響公共政策 滿大一部分是企業本身 他背後的資源 還有他會有的工作機會 那去影響了很多公共政策跟立法的傾斜 那這個部分很明顯的 是需要靠選票來適合 那我其實有看到這幾年來的投票 已經越來越展現 年輕的世代 越來越願意用公平正義這樣的角度 或是說土地的有序發展的角度 去超越過去的藍綠的 這樣的黨派的立場 要作為投票的傾向 那這個部分很明顯 可以去制衡 無論是藍還是綠當權的時候 去從政策到立法 向大企業傾斜的 這樣的一個執政的方向 那至於責呢 我們很清楚 我們這些年來 在政府治理失禮的情況之下 民間還沒有發展出一個強大的問責的機制 六青很明顯就是一個例子 那不只六青 現在高雄空污更嚴重 那請問我們要怎麼去 接下來一個一個 譬如說去對新大電廠 對於中鋼的污染去問責 那建立這樣的問責機制 以及跟問責機制強而有利 能夠相對應的社會壓力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需要反映在 民間社會的強大跟著重上面 那一個具體的指標 舉例來講 我們的大家都說空污重要 可是空污遊行其實參加的人並不多 那很多議題 如同我剛剛講的 立法委員都說空污重要 可是其實空污法到現在還躺在那邊 立法委員的社會都沒有過 那你要有建立這個問責機制 公民社會本身要站出來 在問責機制這部分加強 這絕對少不了 你不可能讓政府自己本身 會自動改善強化問責機制 所以我們報導者希望 持續做這樣的專題 就是希望跟社會各界對話 我們要建立這樣子的問責機制 讓公民社會的 在這部分要更加強大作壯 你才能夠在問責這一部分 真的由下而上去監督當權者 要了解一個地方的污染問題 一定要知道說 你那個污染問題的本質是什麼 所以這個像許獸分校這個問題所在就是 台灣非常 就是這個企業非常賺錢的一個叫做 綠乙烯單體的製造跟聚力乙烯 叫PVC跟VCM 那最毒的就是這個叫做綠乙烯 那是比空氣重的 那你的人生很少想到說 你想到空氣都往上飄 當你有東西比空氣重的時候 你想到污染就吹走了 那種東西是比空氣重的 那你就想到高雄氣泡 高雄氣泡的東西就是比空氣重 所以它在水溝裡面就好 我用這樣你就知道說 綠乙烯不好測試 那是比較重的 所以我們在許獸分校就是 一年級到六年級 越低年級的容度越高 因為身高越低 不是只有我們這樣看 國外有看到這樣 第二個 男生都比女生高 小學六年級之前 男生都比女生高 這樣知道 所以光是這幾公分的差距 就有很多 所以它不是均勻擴散的東西 本來就不是很好測 所以這個已經告訴你說 它那時候 你認為它這樣測到就不存在嗎 這本質就會這樣 所以有意思的是說 我不是射了什麼 他就去買什麼嗎 所以我們有一個儀器 叫搖測儀器 在許獸分校 我嫁了以後 點是我選的喔 他也不用跟我的同意 我旁邊就放他的 可是反射鏡 就不太一樣的距離 那我們有一天去看 這個我的學生都還拍起來 同一個儀器 那我的儀器上面沒有顯示儀器 他的儀器有儀器 現在能入口上 我要告訴你在同一個校園裡面 這個是科學上是真的 真實上 就是說你所接觸的資訊 你一定要去知道 不要報章 除了報道者這麼深入 不要報紙說 他們說沒測到 你要說數據在哪裡啊 今天都沒有人 真正拿出數據 這兩個場合 討論這個數據 所有出席的專家都知道 環保署去測 環保局去測 都測到一起 訊息就錯了啊 他只要透明 把測的弄出來 就知道有 怎麼會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未測出是錯誤的 就是說他們有用儀器 去測到這些東西 所以這是官方沒有公開知性的不難 至於所謂那個學者那個不用講 因為他不是研究 所以他根本不能算是什麼 所以這個大概 你說測得到測不到 一定要小心就是一個 他你小不小的這什麼 是什麼東西要怎麼測 第二個就是他那個 那時候回本校高低 這個都是錯誤的講法 你看那個根本就不是 他不是研究 所以no comment 那個東西丟出去 馬上你就要覺得說 你這個數據是不可行的 簡單寫這樣 所以那個都 我就說那個就是媒體誤導的 有一個學者做什麼 他看這不是研究 研究就要像我那樣的 幾千人 然後像許受分校那個事情 我們是做了幾百人 然後有很嚴謹的設計 然後一定要他同意 我們收尿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來跟你做研究 因為我要看看六清這個VCM長 對你有沒有影響 我的研究假說是這樣 所有被我做的對象都知道我在做這 今天假設他們去做 他要跟金銀講這個 我說六清委託 你呢我是來看看 你有沒有沒有受六清的影響 這個叫知情同意 你公平善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的intention 要對做的對象 這就是人權 我們已經簽了人權公約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說我不要去談他這個 叫做研究 那不對 這樣知道嗎 那你們這兩個問題很簡單 要去說 你可以幫別人做什麼 我值不值得繼續跟觀眾講什麼 第一件事情說 我是人啊 你不是科學家 科學家之前 你就是個人 你說我們會死多少人 我們值不值得為他 你先說你就是人 他也是人啊 N等於1 一個也是人 N等於100也是人 所以我們對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 這個生命呢 他不應該生這個病 哪怕他不是一個活生 所以沒有什麼值不值得的問題 對生命 我們說生命無價就是這個 所以你去想 當你當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怎麼覺得這樣 我剛剛跟你講過 在那個地方的難民是 待下來還是離開 每天都要睡 有能力的 他一定想說 我搬去台中 我搬去島嶼 我搬到現狀 我搬到台中 所以他們有很多的聚落 是他們離開故鄉 一千戶裡面 常租戶不到四成 戶籍都還在 戶籍還在就表示想回去啊 有很多的牽掛啊 他什麼力量讓他們要做這種抉擇 其他地方可能有不同的抉擇 但是忽然照他們要他這個抉擇的時候 所以你就會想說 那你為何要做研究 因為我剛好我們公會做的 這是穩人群 我一定要把我的體檢告訴他 他們問我 我的迫切性就是說 我到去年許受分校以後這些事情 你們報章看到的跟私下有人來問我的 你說詹老師能怎麼樣 我不願意這樣講 他就知道這樣 有能力你就走啊 因為看起來我也沒辦法 我除了我這樣公開可以這樣 政府高層有多少詹老師是認識的 我們火薄熙已經講過多少話 不是信不信任政府的問題就是怎麼會這樣呢 我說 眼看你們就是被拋棄 我感覺是這樣啊 私下來問我都說 我說我站在你的角度 你怎麼可能小孩子你不太走呢 如果你有能力 我沒辦法說你就繼續啊 所以現在沒有人在管他 這個社會當作那 以前我們去做的時候是九十幾個嘛 現在可能不到七十個嘛 沒有人在管這些人 這種歷史上發生過很多啊 在西方的 我們看過的很多小說很多的報道裡面 就是很殘忍的 少數啦 怎麼人多都沒有以台北市人很多 但是那個 多死一個 燒死一個 是很重要嘛 反正都是有人死的 那可是不是你啊 那些人 deserve it or not 這個是我們要去想的 所以 從這個角度就先做一個人 你會先怎麼去做 你就順著你這個想法去做 你就會說我都可以 所以我就告訴你 一開始我就告訴你 這不是數字啊 科學數字是冷丁丁的 可是我要告訴你背後是 頭深深的一個人啊 是我面對的一個人啊 所以這個 不要迷失在數字裡面 我說可以 重要的東西不一定能算 能算的東西不一定做 謝謝 剛剛詹老師已經透露出很多的訊息 大家可以整理一下 但是你當然在 有時候我們那個 在哲學裡面有時候 我們考驗人性 是不太道德的 因為人性一考驗就倒 明明知道一考就倒 你還考驗它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不會 輸出道德 我們都不輸出道德 我們當然可以輸出一些 自己的力量 你本監督啊 然後制衡的力量 才有辦法 讓它能夠稍微 不那麼邪有一點 然後不要讓我們 對人心失望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 共同來做的一點事 那當然也有講到 比如說像 報導者之後 還會有偷學的東西 當然我們也需要說 詹老師繼續 站在一個人的那個 觀點上面 去看大家能不能 共同的想一些方法 然後來改變 因為究竟 這個國家不會是 少數人的 少數有權利的人 少數想要拿權利的人 它是屬於我們 共同生活在這裡的 每一個人的 但是如果我們 把這個東西的責任 如果一直交給 單純的交給 這個國家的掌權者 相信我們這個掌權者 可以為我們 帶來一個巨大的改變 那時候可能我們 過於樂觀 還有一個是 我們也太小看自己 因為台灣走到現在這個狀態 其實是一個多少人的努力 公民社會 大家今天還跟榮幸 講過一件事 就是說 國光實話大家有擋下來 那個那麼困難的事情 還在馬政府的這樣擋下來 怎麼有可能這個事情 相對小這麼多 我們不能做些什麼事情 那當然就是 等待我們想要去集結 去做一點事情 我還記得 之前哲午在這個情況下 大概也是 那個國光實話 大概不到前四排吧 大概四排的人 在討論國光實話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現在討論這件事情 已經這麼多人 那一定 我覺得我們還欠缺了 某一個力量 當然我覺得有兩種力量 可能也要請詹老師 就是說那個力量 是一個知識的力量 一個正確訊息的力量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散播的力量 可是剛好這兩者 在今天的場合裡面都有 還有人的力量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來講 應該不大可能 這個局勢 情勢大好 可以做的事情 而且包含我們也不需要 太多錢了 不是還重新在做調查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事情上 當然我們會持續的 然後更多的 當然我們也是會 找一些人 共同去給這些 我們還願意相信 立法委員名義代表 縣市首長 行政官員 再給他一點點機會 如果沒有的話 那當然就是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事 這個是 大家要有些 因為這國家真的每次 你會失望 你與其失望到時候出來沾點 出來做點事情 你才不會在旁邊看 因為你要擔心的事 其實你去做就結束了 但是因為你要仰賴別人做 所以他這件事永遠不會做 所以永遠不會結束 擔心也不會結束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說在留點個別時間 我們還可以留在這個場域裡面 彼此互相交換一點意見 所以我們再一次熱烈掌聲 歡迎謝謝榮姓 大家不要忘了支持報導者 這個是他們非常低調的 需要大家 如果有人願意沒有做任何廣告 去做這個長期的調查 培養優秀的下一代的新聞記者 那當然就是透過我們的方式 來去支援他們 那再來就是 我們再熱烈掌聲 謝謝詹長全老師